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史上拱位北京的屯兵之地 这里的风味大多随着屯兵和移民的脚步从外传来 经过延庆人的翘首改良 变换出延庆独有的味道 李东梅夫妇做火勺已27年 小店不大 却满载着夫妻二人最好的年华 这种面粉制作的主食最早来自山西 随着明朝屯兵士族的脚步落户延庆 经过一代代延庆人的改良 外来的烧饼变成了延庆人口中的火勺 火勺因为打制过程中形如勺子而得名 不过烧饼变成火勺改变的不只是名称 其独特的加工方式和吃法 都使得火勺独具延庆风味 每天早上 陈瑜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活面 发面是火勺的灵魂 这种在五千年前就已经被人类发现的面食加工方式 给火勺注入了生命 酵母菌在面团的内部 分解氧化淀粉产生的糖 释放二氧化碳 面团因此膨胀 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发 发面代代相传 已经传了几十年 这是李东梅的骄傲 也是保证火勺口味的关键 我们刚才的铜类就是自然发的那老菲 我们那老菲就是很多年了都 一代一代传下来 我们做这么多年就是这个老菲不断地 就不断 制作火勺采用半发面 半发面的秘诀在于加入面粉的多少 这全凭经验 老菲嘛 对于李东梅这样的高手 仅仅通过嗅觉就能判断发面的分量 这就是纯发面 在他看来 纯发面打制的火勺 与半发面打制的完全是两个物种 你再尝试他这个 他这个是特别嘴 你看看 这个特别咬紧 特别的硬 这个脆香 红面香味 这个你看掰的时候就不串 特别硬 挺有劲的去掰它 纯发面做出来肯定不好 如果要凉了的时候 你再吃它就特别硬 咬劲咬劲的 采用纯发面打制的火烧 口感坚硬很难撕开 600年前烧饼传入本地时 被用作屯兵士卒的军粮 为了使军粮更加美味 盐庆人改用半发面 采用半发面打出的火烧 面香持久 即使存放几天 依然保留着面食的蓬松 与麦芽糖的香甜 作为军粮 最基本的要求是方便携带 盐庆人将拇指大小的面团 蘸上椒盐与油的混合调味料 包进里面 这种发明让火烧脱胎换骨 火烧表面干净无油 方便携带 内里却因椒盐与油的加入 而口感丰富 营养美味 盐庆人吃的火烧有讲究的 你看这里边有锡 把锡掰开 对 给加上这个 看这是火烧加肉 还可以加点辣椒 加点酱 放点葱丝 我们这火烧都是这样吃 盐庆人吃叫火烧加一切 大家可以品尝了 来 这个给你 火烧加一切 最能代表盐庆人 对于美食的态度 火烧中加入 能够想到的各种美食 盐庆人在美食上 开放包容 来者不惧 唯我所用 古代屯兵 对于盐庆人生活的影响 遗留至今 游客来到盐庆 随处找一家火烧店 就能从火烧中 找到古代军粮的印记 而另一种军粮 搅馈类 却不那么容易找到 只有做客盐庆本地人的家里 才能品尝到他的滋味 新核桃下来了 夏天就快过去了 在作家汪曾祺的笔下 物产与时令密不可分 崔东升 就是那个在夏末 抢收新核桃的人 新核桃运回来 需要经过几天的晾晒 才能包皮取人 山里的核桃皮厚人少 少有人问津 但它却能为乡村的美食 增添山野的味道 比起抹面 碾核桃是一件更加辛苦的事 坚硬的外壳 混合多油的核桃人 年性大增 这是一项超过三个小时的 重体力劳动 崔东升的岳父母也赶来帮忙 劳动使得亲人间的距离 越走越近 传统记忆往往都是经验的集合 核心就是那么一层纸 不点不破 这是干嘛呢 这看一看我们这个料成不成功 拿手这么钻一下 如果成团了抛一抛 如果抛它不会这么哗啦哗啦散 还是团 那说明这个料就可以成了就可以下锅进行熬制了 免核桃是为了提取核桃油 这是一种特殊的提油方法 大火烧开 沸腾将会持续四个多小时 岳父母来帮忙 崔东升的母亲 催促他赶紧为亲家准备晚饭 晚饭吃炒脚馈类 脚馈类通常用豆角土豆之类的家常菜 豆角中含有灶带和血球凝集素 生吃会中毒 水煮可以有效去除食物中的毒素 煮熟豆角 倒入玉米面 招待岳父母 崔东升打算独自做一道炒脚馈类 不料事与愿违 想在岳父母面前表现一把 但用力过猛 脚馈类没做好 做成了拿糕 嘴上数落着儿子 心里却想着帮儿子挽回脸面 母子俩赶紧重启炉灶 不管儿子有多大 在当妈的眼里依旧是个孩子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脚馈类名称的由来 它的前身在山西陕西一带 叫做脚团 有的地方也叫面户 明朝时期 面户来到延庆成为将士们喜爱的军粮 不过喝面户很难吃饱 本地人就改进面户的制作方法 加工成了介于面户与干粮之间的脚馈类 经过四个小时的熬煮 水落油出 水煮油 最古老的从植物中提取食用油的方法 与压榨法相比 水煮法相当于增加了一道 类似于中药炮制的过程 存于植物中的杂质和毒素 或沉淀或挥发 细小纯净的油分子吸出 漂浮于表面 清亮的核桃油温润绵长 杂质浸去 油香扑鼻 用水煮法提炼出来的核桃油炒嚼葵类 油分子夹杂着核桃的香味 与调味料一起参与素食的盛宴 屯兵与移民在延庆的发展史上 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各地的美味大多随着移民 从四面八方汇聚盐庆 盐庆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物产 改变着各地的美食 入乡随俗变得自然而然 这种改变 首先发生在东北人带来的酸菜身上 酸菜 东北人过冬的必备 东北酸菜也有南下的经历 可惜在长城受阻 长城不但是地理上的分界线 也是气候上的分水岭 只有长城以北 才能淹出正宗的东北酸菜 盐庆是北京唯一长城以北的城区 盐庆的冬天气候寒冷 缺少蔬菜 酸菜随着东北移民来到盐庆 解决了过冬吃菜的难题 不过东北酸菜来到盐庆 并非简单的照搬 盐庆人用原白菜代替大白菜 颇有为了口味不计成本的味道 改变不止于菜品 盐的用量才是最大的区别 东北气候寒冷 高浓度的盐水 能够保证腌制过程中 不会结成冰块 而盐庆冬天的气温 相比东北没那么低 腌制时不用放那么多的盐 少咸多酸 成了盐庆酸菜最正宗的味道 将酸菜切碎 下锅爆炒 做成馅料 面食与酸菜邂逅 面皮包馅 褶皱缝合 酸菜蒸饺 酸意十足 王富田传承了卤菜的记忆 最拿手的就是烧制九转大肠 今天他处理猪大肠的方法有点特别 将腌制的原白菜根部切成长条 穿进大肠 九转大肠 是卤菜中的传统名菜 讲究酸 甜 香 辣 咸 五味俱全 烧制九转大肠的传统记忆中 酸味用醋调和 而到了盐庆 王富田用咸少酸多的盐庆酸菜汁代替醋 寻找酸味中的极致变化 大火急功 原白菜的根部与酸菜汁里应外合 酸压至肠中的腻 逼出肠中的香 九转 出勺入锅反复多次 十多种做料下锅 微火炮制 红润透亮 肥而不腻 加起一块 入口浓香 仿佛能够品味到 酸 甜 苦 辣 咸的五味人生 在盐庆 酸菜的妙用 还体现在南方移民 带来的另一种美食上 相传 豆腐发明自汉代 随着南方移民来到盐庆后 闯出了永宁豆腐的名头 清代曾作为贡品 专供清宫御膳房 胡宗义夫妇做豆腐的手艺 来自家传 妻子曹双梅煮内 丈夫送豆腐 豆浆煮外 永宁豆腐最大的特点 就是用酸姜点豆腐 严谨人腌酸菜的传统 带来点豆腐的革命 豆腐传到永宁之后 当地人就地取材 用酸菜汁点豆腐 此后 酸菜汁点过的豆腐水 保留过夜 就可以用作下次点豆腐的酸姜 如此循环往复 传承与变化 每天都在发生 从凌晨三点起床 一直持续到午后 胡宗义夫妇忙得连吃饭 都只能将就一下 从墨碎成姜 到下锅煮开 大豆敞开怀抱 等待着贡献蛋白质的那一刻 此时的曹双梅 必须静下心来 酸姜点豆腐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加入酸姜 加入酸姜 漂浮于豆浆中的蛋白质 开始缓慢凝结 豆浆平静的表面下 豆花微微泛起 随着温度的升高 豆花越聚越多 接下来就需要给豆腐加压 重压之下 豆腐板结成形 胡宗义需要马上送到客户的手中 只有新鲜优质的永宁豆腐 才是延庆菜品 公保豆腐的上家之选 公保鸡丁 原本是卤菜的经典 传到延庆后 许多厨师在卤菜版 公保鸡丁的基础上 琢磨着拿豆腐做文章 脱水过油 火候是关键 炸老了不入味 炸浅了没有鸡丁的口感 出锅的公保豆腐 外焦内软 色泽金黄 食客们赞叹厨艺高超 但公保豆腐之所以成为一道名菜 全仰仗永宁豆腐 紧致出色的口感 如果说做豆腐的方法 大体上还算是南北一致 那么制作熏肉的方法 可以称得上是南北迥异 南方气候潮湿 熏制可以使得食物保存的时间 更加长久 同时熏味也注存在了食物中 这是一种家乡的味道 南方移民来到延庆后 因为北方气候干燥 没办法再用南方熏肉的方法 熏制食物 南方移民如何才能在这里 尝到家乡的熏味呢 湖美娟 湖宗义的女儿 酷爱摩托车 已经到了进阶赛场的段位 爱奇摩托车的湖美娟个性要强 爱好并不影响她的视野 独自一人在柳沟开了一家火盆豆腐锅餐馆 柳沟原本是明长城居庸关的重要门户 历史悠久 如今建成民俗度假区 吸引了很多京郊游的游客 柳沟火盆豆腐锅里 就能建造延庆版的熏肉 这些年辛苦的开店 湖美娟对猪肉的处理了然于胸 猪肉肥腻 去腻增香 才能点中速锅昏烫的命门 猪肉加料煮熟 只是去腻的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去腻的关键 将铁锅烧热后铺上黄米 再撒上白糖 松枝选取最新鲜的末梢部分 大块卤好的猪肉 直接放在铁壁上 黄米 白糖和松枝 在滚烫的铁锅中变得焦糊 焦糊的烟气在锅里裹挟着猪肉 融入到油脂中 南方用时间慢慢磨出熏的味道 而这里用大火急功 将浓烈逼到极致 用这样的肉片与豆腐搭配 豆腐锅被调教得活色生香 下去秋来 时过境迁 永宁古城街道上行走的 已不再是屯兵的士族 和风尘徒仆的商旅 但经过时间沉淀的口味 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也许天南海北的客人 在这里能够找到 他乡美食的样貌 但实际上 他们已经入乡随俗 变化出独鼠严庆的味道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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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